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皇冠上掉下来那个玉串 春秋繁禄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本书是春秋之学的附庸 他的意思是 所以在董仲书的里面 因为他强调了相圣 相圣 强调了相圣的同时也强调了相圣 因此他被认为是 历史上被认为是五行相圣 到五行相圣的转折点 在他那一方开始相圣论 开始占比重 开始占主要地位了 不过 在政治历史领域 拿五行相圣理论去解释政治历史的 不是董仲书 是后面还要过了更后一名的人 我们现在介绍下 新武德说 极其创立者 他们是谁 我们看古书怎么记载的 汉书跟汉记有的两段记载 都说到 刘相父子根据地出于正的这个理论 跟我学《易经》的同学就知道地出于正 这句话出自《易经》 正是东边 东边 就是最早从东边开始 他的意思是政治最早从东边开始 所以他把第一个帝王 这个是写成是福西 福西 包西就是福西 这个福西古代有很多种写法 有时候写成这个 刨钉解牛那个 那个刨子 有时候写成炮子 大炮的炮 都是指的福西 说从穆德开始的 然后 这里说的姨母传子 跟姨子成母的意思 都是指的是相圣 妈妈生出个儿子来嘛 说是相圣 然后 从神龙皇帝到了唐 唐就是饶了 鱼就是顺了 然后经过了夏商周三代就到汉 汉就是火 所以根据这套模式 那么根据这个记载 我们就 很多人就认为 新武德 新的武德中史说的创立者 是刘相父子 这个子是谁 刘相有三个儿子 刘吉 刘次 刘欣 这毫无疑问是第三个儿子 因为前面那个大儿子 他总典易经 古书记载 他以易教授 当过尽手 但是在学术上没名气 第二个儿子很早就死了 名气最大的是刘欣 因此 这里说的是这个小儿子 大家知道刘欣在西汉末年 影响力是极大的 著名的 经古文经学之争 最先就是由他挑起的 他小时候 学问很好 他曾经跟王莽 当过同学 叫做黄门郎 当时 然后到后面呢 这个学问很好 他爸爸去世了以后 黄帝叫他继承的爸爸 去在朝廷里面 去叫那个忠秘书 他学问非常好 很博学 诸子 师父 叔叔 方济 什么都懂 但是他后来他 他去帮王莽去创汉 这个王莽也给了很大 回报后面封了他 他做这个家国公 位置国事 到了新朝晚年 他跟王莽发生了矛盾 他曾经想 想密谋要干掉王莽 没想到他这个秘密被 被人揭发 这个王莽把他杀了 那个 这里面按照史书的记载 好像就没有问题了 写得很清楚 是刘相父子 但是后面学者 学书界认为 这个记载是有问题的 最先发现这个问题的是 是那个 从康有为到顾吉刚先生 都认为这里面有问题 我自己也认为 上面的记载 说刘相父子去同创这个 新武德 忠实理论 这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首先他们两个人的政治立场 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刘相 本来刘家是皇室的 他们同室的 他们是楚元王的后代 他本来属于忠实 当然过了五代就不算了 这个刘相一向是忠于皇室的 而且他对西汉原地成帝以来形成的一个外戚 专权的这个局面是很反感 他经常这个去批评这个局面 这里说言多痛切 发育自成 因为他老在批评外戚专权 所以皇上想重用他 用为九卿了 但是因为他得罪了那个外戚 所以最终就没升他的官 所以刘相作为西汉著名的刘相 作为西汉著名的经学家 目录学家 他只当那个官 当到了那个中壘教位 没当过最大 他曾经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去领教中秘书 这我们的档案学领域都知道的 这个事情 那么因此 劳宗宇曾经 劳宗宇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做 叫做这个西汉反抗王室者列传 西汉反抗王室者列传 第一个写的就是刘相 而刘心跟他爹 立场对吧 因为在刘心生活的时代 西汉王朝已经很衰弱了 衰弱到什么程度 衰弱到那个大臣写上表给皇上上书 朝廷的时候 居然敢叫皇帝让位 圣女善让算了 现在天道已经变了 这话都敢讲了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刘心自己虽然是忠视 但是他对西汉王朝的前途 他也失去了信心 因此他就采取了跟他爸爸不同的立场 他是帮助王莽去篡位 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事件 我们看西汉的政治史里面 就有很多的技术 大家看这段文字 王莽传里面的 说刘心跟真风王顺 都是王莽的心腹 都歌功颂德 连安汉功 宰行这种封号 王莽的封号 都是他们想出来的 然后他们也得到了王莽的赏赐 一同大家有福同享 大家共享荣华富贵 那一个爹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宰又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两个人的政治态度 简直是这个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再有在学术的倾向上两个人分歧也很大 学术 学术取向也有很大的区别 刘向是西汉著名的古良学大师 他是治古良学的 大家知道古良学属于经文经学的范畴 而刘心呢 制的是左传 左士之学 春秋左士 左传的属于古文学的范畴 古文经学跟经文经学 这个斗争是非常尖锐的 而且这里写到 他刘心经常 向他爸爸 这个发难 提问题 刘相也说不服他 但是说不服归说不服 他还是坚持 坚持要持这个古良学的立场 这个刘心以为左丘明 好恶与圣人同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刘心所研究的是左传 因为左传被认为是左丘明做的 左丘明亲自见过孔子 因此他觉得左传更加符合孔子的原意 春秋的原意 所以两个人是闹得不可开交的 鉴于两个人在政治态度跟学术立场的分歧 我们认为 这两个人是不可能是联手 去同创一套理论的 即便他们是父子 因此呢 顾吉刚先生首先就在他的曾经就在他的武德忠史说下的政治与历史那篇名文里面 其实武德忠史忠史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实际上是一本书 但是是一篇长 他就现在作为一篇长篇论文 附在别的书里面 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一篇文章 在那个 这篇大作里面 他就已经提出怀疑了 顾先生 他提出了怀疑 他这个认识 我接纳他的一部分 是什么呢 就是说刘相刘欣不可能同创一套 一套政治历史理论 这个是成立的 但是他 顾先生他把这套理论的发明权 交给了刘欣 他认为这个是不关刘相的事 他认为是拿刘相 拿刘相是因为刘相这个名气大 拿了借来用的 这个地方我认为是说错了 我跟顾先生的见解恰恰相反 这套理论的创始人恰恰不是 不是刘欣是刘相 为什么呢 理由 理由是这么几个 第一 既然 汉书 汉记都记载刘相父子同推 武德之恩 对吧 如果 刘相跟这个事没关系 史书是不可能承上他的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汉书的作者班固跟汉记的作者 这个 寻乐 都是很严肃的史学家 他们是很严肃的 既然扯上他 就必然有他的份 那么有份 一个是爸爸 一个是儿子 我们想想看该是该是哪个为主的 十有是八九是爸爸提出来 那儿子在里面可能也会有贡献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班固曾经记载 刘相有一本书 叫五行传 而这个 这本书呢 刘相呢 又记得 继承的爸爸 进一步研究了这个 这个五行传 在这个 汉书的五行誌里面提到 说刘相他也治古良 他治古良春秋 然后他是根据 红范来研究的 前面我说红范里面有五行 有五行的理论吗 他说这个观点 是跟董仲书有出入的 而他的儿子也 也研究这个左传的时候 他的春秋意识 跟他爸爸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因为左侍春秋跟古良春秋的观点 立场不一样的 他说说到五行的时候 又颇不同 那就说明 这段话也说明 爸爸也研究五行传 对吧 儿子也研究五行传 只是观点不一样 第三个理由 在汉书 《律律志》里面 也记载到 说刘相 总律 总六律 六列 列是非做五纪论 后面爹爹就说 他的儿子又做了三统律及谱 他都说春秋 说春秋 所谓说春秋 这是讲历史 讲一代一代 对吧 春秋指意识 推法秘要 那么的意思就是说 跟他爸爸做的可能更加严密了 最后这个律政直接就说到 刘相 曾经用五行去讲历史 这里面 向乃及和上古以来 历春秋六国之秦汉 辅瑞 在意之际 推及行事 然后怎么怎么 就做出了 洪泛五行传论 所以这里面很清楚的 写到了刘相 去推过古代帝王的得愿 是吧 根据这四个理由 我就认为 历史的真实是 新武德理论的创始人士流向 所以这个 这个观点 成不成立 大家进一步研究 那么既然是他 那他那个谱是怎么样的呢 刚才我们看到了 汉书汉记的那些文字里面 他没有把 从福西到汉 他没有所有的帝王 都一个一个都列出来 但是根据他提供的 福西是穆德 神龙是火德 皇帝是土德 然后呢 接着就往下排 排到汉代是火德 这些语之的条件呢 我们这个 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谱来 这就是流向版的帝德谱 这是五行相声框架下的第一个帝德谱 这个帝德谱在学术界 是我第一个还原的 然后我公布了以后 也惹来了学术界的很多的争论 那这个 在这个 在北京大学有一个教授 曾经在文史哲 文史哲里面 在2008年第一期发表了一篇文章 试经地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 在西武德宗史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这个是北大中文系的陈永超教授的文章 他里面在摘要里面 就说顾及刚 以顾及刚武德宗史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最具影响 然后他说最近出版的杨权 新武德理论与两岸政治 从实就题 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就整篇文章 他文章分为三部分 第一第二部分是批评 批驳顾及刚 第三部分是批驳我 他认为这个谱是我捏造的 然后 在一个台湾的一个民间文化网上又出现了 别人对我们几个人的评论 我念念给你们听很好笑 这里的问题打个比方 就相当于说 有一个不受人待见的孩子 顾及刚声称 说他是刘新的师生子 就是说这个不是刘新造的 杨权 根据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几根毛发 经过DNA鉴定 化验 试图推翻顾及刚的结论 证明这个师生子其实是刘相声的 就说的是这里 而陈永超 刘新化验 刘新化验杨权的DNA取样 发现杨权取的毛发样本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个所谓师生子的毛发 因此证明杨权所说的那个师生子 可能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但陈永超转了一个身 却又出尔反尔的宣布 自己证明了这个子虚乌有的师生子 可能是董众书生的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评论者把我们三个都各打了一屁股 那究竟是不是真理你们自己的判断 我到今天为止我没加以回应 我觉得我该说的话 在我的注释里面已经表达清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